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7月3号,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集中公布2020年部门预算 南都记者树立发现在中央要求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 从财政拨款收入来看,60余所高校财政拨款收入较去年均有所下降 而随着财政拨款预算的减少 75所高校高等教育支出预算相较去年也普遍下降 高等教育支出是指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日常运行支出 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除无法检索到相关数据的学校外 北京化工大学的高等教育支出预算下降幅度最大 达38.3%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 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下降幅度也在20%以上 另外,在高等教育支出预算排名前30的高校中 有25所高校是强击计划试点高校 其中14所强击计划高校的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的 高等教育支出预算在20亿元以上 对此,教育部曾在其部门预算报告中表示 高等教育预算数为1057.63亿元 比去年下降了10.79% 报告解释,这主要是受疫情影响,推迟开学 大中小学经费均相应减少 对此,教育部才顺利 那ờ正中的第二 winner 高校生处 高校生处